为了疏解员工们的工作压力 华丽施工所今年6月 事办有氧运动的课程 员工的反应相当的热烈 因此在市长魏嘉贤的指示之下 施工所仁氏室在8月和9月 又办了5场次的课程 市长魏嘉贤特别来到了会场 关心员工们上课的情况 并且跟着大家一起跳拳击有氧 让全身的肌肉都可以获得 充分的舒展 左勾拳右勾拳踢转提跳 学员们跟着教练指令 才一会功夫每个人都全身爆汗 这是华丽施工所为同仁开办的 身心抒压运动课程 市长魏嘉贤也换上运动服 和大家一起来健身 其实在工部门 我们华丽施工所很多同仁 上班时间都战战兢兢的为民服务 那但是呃员工毕竟还是有 他必须要抒压的一个方式 所以我们在推动运动程式的同时 也希望我们员工也能够有固定运动的习惯 那我本身的话 每周会有三天的跑步时间 那我希望说 不管是每一个员工都有习惯的运动 那这样对自己也好 对家庭也好 在工作上面都能够有很好的表现 所以我们这次也特别安排 我们运动休闲的一个场域 让所有的同仁能够来这边抒压 也学习运动的一个方向跟方式 那未来我们会定期的继续举办这样的一个活动 在专业教练代理之下 大家很卖力的完成每一个动作挑战 虽然满头大汗 但都能够明显感受到运动过后的畅快舒适 一个小时的感觉怎么样 很开心啊 很开心啊 不会吗 不会不会 不会累 反而精神很好 精神很好 喜欢这样的安排吗 当然喜欢啊 跳的感觉怎么样 很累但是很幸福 很幸福 喜欢吃东西这样的安排吗 喜欢 喜欢 很努力 帮我们能够收摇 竹命跳了一个小时感觉怎么样 好舒畅 好舒畅 对希望能够下次再来 对对 对 很有帮助吗 当然有帮助 希望可以再加一些更有软的动作 哦是 舒逼很强哦 是还好 我又喜欢运动 市长温嘉浅表示 每个星期他都会要求自己至少跑步三天 因此在推动运动健康程式时 他也希望事工所同仁可以养成固定运动的好习惯 这次特别安排工作同仁运动休闲课程 看得出对员工输押有相当的功效 因此未来会定期再规划相关的课程来促进同仁的身心健康 这旅会欢迎市报道